嗨 小朋友们大家好 还记得我是谁吗 对了 我就是那个给伪老板做苦力的杀丽子 盼星星盼月亮 下一季全卡NN总算是打出来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然后东方夏业季这个游戏呢 是国产的二次同仁 姑且给不知道这个游戏的朋友介绍一下 这些游戏操作就不介绍 我们直接看我们故事背景 夏天 幻想箱 在一场暴雨过后 竟然发生了连续几天夜里 都有流星雨出现的奇异现象 包含着神秘魔力的星形碎片 从天空中降落 这些碎片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达到碎片的人只要看着它 就会产生幸福感 于是 碎片可以实现愿望的传言在人里流传开了 而连续几天夜里都有流星雨出现的奇异现象 不仅没有人察觉到奇怪 反而被 誉为神祭 就连预定要举办的夏日祭典 被临时改为了流星祭典 可是为什么仅仅一些 因为一些传言 就把祭典的计划改变了呢 难道说这些流星碎片可以蛊惑人类吗 这样想着的林梦预感到了 有什么不妙的方式事情要发生了 于是向着这些碎片的魔力源头出发了 这就是一个大致的故事背景 这个异变被称为流星异变 不过 一句话概括就是 5boss想搞事 然后召唤出了6boss 被自己收拾了一顿 就这么结束了 好 想完不多说 开始吧 Email开场 Email的BGM非常的清新脱俗 下夜的魔力下风 一开场就不安分 这些妖精随便靠右导压制一下就行了 敲夜机的道中你要注意 这些大的蝴蝶 基本上是可以消弹的 要及时击破 不然的话弹幕是无缝的 下方的槽 满了之后可以开结界 结界有三种颜色 绿色等于妖妖梦的森罗结界 红色加一些攻击力 蝴蝶 蝸地 蝸蝶 蝚蝶 并不是蝸蝶 蝸蝶 蝸蝶 蝶 自动蝸蝶 蝶 蝶蝶 蝶蝶 好,這個盜中飛 注意控一下擊破,盜中符是肯定有解解的 因為要開OSC 這個盜中符必須出一個解解 好,後關盜中沒什麼說的 都是 橘 下癮 下癮 好,這裡注意控一下盜中符 好,最後一些劈 逃遇到擊破,上去收錶 3P整出疊解 一飛,一飛這個亞米頭上是安定 亞米三波一動,你跟著他動就行了 但是上臂是沒法擊破的 所以我選擇下底 星輔,下夜的碗星 手裡117-1 撞了一次 不知道撞了什麼 這個是固定的 好,上去收錶 這是最後一個解決 2P注意控一下擊破 不然解決槽不夠 最好是能在LSC再開一個解決 大自然的光環的話 隨便扭扭吧 沒什麼好說的 LSC 但一般情況是不會封的 收率還是有那麼一點 收率還是有那麼一點 110 杖9 12 保持一定解決槽進2 會輕鬆的很多 當然 下一季這個遊戲 就算所有單面 零槽進 也是可以開出LSC的 就是需要控槍了 這裡圖方便 帶一些解決槽進 好,這裡要控一下槍 不要太早擊破這個大蝴蝶 不然那個綠色一片 吃不到 吃到了也不長槽 要等這個解決結束之後再試 好,這些小遊戲已經壓制 收點 好,這裡又是個大蝴蝶 速過 這些都是固定的 又是一隻小彈道蝴蝶 然後固定的4隻小油鷹 好,這裡開出第三個解決 道中飛 道中飛 道中飛是固定彈 加一些 不知道乱七八糟的什麼東西 有時候可能會比較 碰會比較小 道中飛 道中飛 純固定彈 不要占底 及時上穿 很簡單 第四個解決 在道中BOSS擊破後 開出 這裡等結束消失之後再上去吃 道中有誘導 雖然還是比較舒服 但是這個誘導太激了 不是很好用 好,一半槽 兼2個死 2BOSS 迅雷公司的打手 一飛 說固定彈好像也不是固定彈 稍微有用一點速度 稍微瞎扭就行了 空一下槍 掌一下槽 再天晴開出第五個解決 天晴有紅戒戒的時候 直接從左位移到右 就可以擊破 不用這塊 對 反正在這裡 猛右倒的獨特優勢 其他地底沒有這個浮力 二飛 二飛比較難 比較難 二浮 二浮跟著BOSS 他走哪兒 你去哪兒 一般來講 很快就破掉了 三浮 三浮 扭 就在正下扭 還是比較簡單 一般來講不會把你封掉的 好 LSC LSC先去左上引一下 然後去右 再去左 回中 這一波稍微扭一下就行了 然後在中間直接就打爆 好 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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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的三面有毒 這個遊戲的三面有毒 因為很重要 我說了兩遍 他有著最強的BOSS 那個道中的那個 是這個遊戲最強的BOSS 我不說笑 我真不說笑 好 大波妖精 差點死了 一破完之後開出第一個姐姐 然後這些大蝴蝶不用在意 速破就行了 然後姐姐消失之後再去吃個星星 好搶星 回來 回中 破掉大蝴蝶後 可以開出第二個姐姐 500 最強暴的 1伏 偶數蛋 稍微往左動一下就行了 偶數蛋 不要瞎斗 我以前瞎斗 撞爽了 好 2伏 有時候會無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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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沒有無縫 墟加隨機 BUP 三面道中和三面BOSS都是神曲 曲子非常好聽 一一曲曲我是你粉絲 這個 這裡注意 明夢 右倒壓不住了 以前壓得住的 我不知道北老闆幹了什麼 以前能完美的壓住這些妖精 現在出了正式版之後 這個右倒好像變弱了 下業季人氣最高BOSS 下青柳 這個BOSS是一棵柳樹 然後被砍了 然後又長出來了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 綠色的生命力 衣飛很簡單 固定的 衣服是個G 固定的有安定 但是我不砍 好 往旁邊引一下 然後威移就行了 二飛 二飛比較簡單 只要掌握這個葉子的判定就可以了 葉子的判定是小玉 別看他檔視線 其實非常的小 好 二斧有毒 有下腰 有下腰 林夢是打不爆這個東西的 不要打了 直接攻擊他本體 注意躲這些隨機的 好三飛 三飛隨機的 他會往右飄 這些葉子會往右飄 注意躲避 然後空一下擊破時間 第二波掉下來的時候擊破 掌槽特別多 在中斧開出最後一個節奏 有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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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服啊 也是感覺有點糟的 但跑在探定小 好 夜服 LSC 這個服 比較簡單吧 算是LSC裡面最簡單的一張了 根本沒什麼威脅 好 正面 這裡非常的美啊 BGM 我也是停了一下 聽BGM 欸 欸 你就跳過了 我靠最高槽還沒來呢 喂 好 生日開場 煙花妖精 好上去 這裡要吃完 讓姐姐快點結束 不能等著紅姐姐出來 等著紅姐姐出來 來不及吃下一個生日 好 這裡也是吃藍的 前面兩個姐姐都是吃藍的 後面呢 就可以開紅了 這裡我已經開紅了 然後這一大波 由右倒 無所謂 隨便玩 這裡等姐姐消失之後再吃 然後上去抽點 抽點之後立刻下 這些都是G 為宜 到了中間之後 不可亂動 敲彈之後 會出現一些自尼激光 從左到右 位移 從右到左 位移 隨便 反正 得位移 亂動就是死 然後最後是從下往上 好 然後是一些隨機的 劍彈 劍彈 這裡只有扭一扭 稍微 也不是很難 好 最後出現一大波激光 這裡可以撐擦彈 這裡搶一下心 這裡體現出了右倒的弱機性 我如果把那兩個機破了 然後收點的話 就可以開出一個結界 結果 沒有機破 機械了 對破零槽劍四波 零槽劍四波式的話 當然 兩個結界還是開得出來的 好 4Boss 一飛 一飛 好像沒什麼活的 嗯 你有吧 判定小 可以隨便蹲 不要跑 好 衣服 這是一個有點瞎眼的卡 好 當然好像只撞了一次了 那一次怎麼撞的我都不知道 好 二飛 想說我計畫不是在二飛開接接的 當然這些無所謂了 二飛簡單 嗯 月季色紅夢烈士 這些卡根據機體是不一樣的 檸夢呢是這種 紅色的 嗯 加叉彈 其他的 其他的機體有其他機體的卡 好 陰陽 神鬼遺跡 這是檸夢的BOM 被他複製過去了 左右左右引 然後回中間輸出 在中間 引到中間的話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閉死了 好 十 萬真劍 有完定 我最初也是在下面躲的 下面躲著一B 然後 有人跟我說有安定 那我肯定笑納了呀 這個 是吧 嗯 安定在大裙子上 也就是發彈員 在安定上待到兩秒的時候 我就可以下來了 好 最終 最終 最終服 紅奧與光木結界 那段卡比較漂亮 純固定蛋 每次躲固定的份兒就行了 笨蛋 倒炸 倒炸 好 LSC 星星之夢 這個卡也是屬於 瞎眼 比較瞎眼 比較容易 看不清楚 就撞了上去 特別是那種泥巴顏色的 很容易看不清楚 好 這裡 我縮了 沒沒敢吃這個 要空一個結界 在五面 多開一個結界出來 有保障一些 好 第五面 搞事的boss 搞事的boss就在五面 你不要搞事 我跟你講 你不要搞事 我跟你講 好好賭 高中飛 高中飛 我原先是貼底躲的 發現特別糟 然後就上 稍微往上的一點躲 基本穩了 好 殺劍 星星爆炸劍 速度比較快的 爆炸型不高 你夢要打兩波 真菜的火 從右面開始 一左一右一個大蝴蝶 不清掉都是要高的 但不清掉也行 無所謂 反正我不打分 隨便隨便打都行 好 結束 環狀 猩猩蛋 這個東西 非常的糟 非常的糟 可能會風味的 所以 怎麼說呢 稍微看點臉 這個東西 當然 練機打這兒 是非常輕鬆的 除了練機之外 其他都是要糟的 好 然後是一些 自爆型妖精 衝向你的自爆型妖精 這裡一定要搶出一個結界來 不然的話 會打夠 如果沒有空結界草進 進五面的話 這裡一定要搶一個結界出來 空了的話就無所謂 好 五BOSS 搞事了 他的大幕 紅色為主 當然也有綠色 反正這個遊戲就是綠色的遊戲 你想想 二BOSS是綠的 三BOSS是綠的 五BOSS頭髮也是綠的 這個遊戲怎麼這麼綠 好像一面也是綠的 這遊戲好綠 跟你講綠色不是健康的顏色 你要想一想 為什麼樹木是綠色的 因為他們討厭綠色 所以說綠色是有毒的 你懂嗎 二倍控擊波 在子彈最多的時候打爆 可以在這裡開紅結界 這個可以先去打子雞 但是 林夢火力太雞了 不是很想打 直接打本體吧 三B 三B正下安定 然後是一些 亂七八糟的 好 守護之心 隨機加固定 加G 三種主要 固定引防 好 目的就是要把這個 拘引到那個固定的那裡 你有躲的空間 好八百里烈焰 這個 一定要往上蹭了 不然輸出都打到陰陽域上了 拖到後面更麻煩 一定要複破 好星神降臨也是 但是 特卡比較簡單 這個變虛的時候 往上一蹿 好是一些固定彈 再來是 固定架隨機 看準 看準那些隨機彈的動向 即時上穿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大概吧 嗯 好 LSC 橫鏡會試 這裡注意 擊破一下陰陽域 不然有可能會把你捕死 這裡直接擊破就好了 好 我這裡又慫了 又慫了 又碰了一個節節性 禁六 好 那麼六面呢 就是高能的地方了 開場一個 大蝴蝶 然後是一些 流星妖精 稍微 蹭一些槽 然後擊破這個 大蝴蝶 一千個願望 這裡是有點緊張了 沒怎麼那個什麼 這個遊戲 恩恩禁六 我起碼禁了十次 是我打恩恩以來 禁六禁的最多的遊戲 奈何天心不讓我過 老是在一些地方出問題 這次過也是運氣特別好 牙圈陣 有兩種打法 一種是放開視野看大風 一種是縮小視野 鑽小風 你看著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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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有效速度吧 好 前方高能 天上掉下一些柱子 天上掉下一些柱子 然後我這兒臉特別不好 也可以說臉特別好 這都沒有死 你怕不怕 我就問你怕不怕 我反正是怕了 然後剩下這些挺好扭的 不是很難 不是很難 好 萬千流星雨中 三老婆出來了 夢裡夜天心 星神 實現願望的神明 但是要付出一定代價 就是壽命 宇宙平衡的法則 許願星 許願星 許願星超許願 這個東西 運氣不好 真的是瘋你臉 這裡打的也是特別謹慎 往右去了 往右的話大 他縫大一點 不會被虎 二飛 二飛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好 藥星 白夜永久之光 固定的 G 這個不知道是啥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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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平靜靜靜靜 控一下爺界 槽 這裡我控完了 爺界槽有點不大夠 這裡三飛也是 想盡了辦法 想掌槽 如果不是三飛控槽的話 我這一個爺界是開不出來的 也就是說 差一點兒 我就 不能閃耀在世界鏡頭了 好 故鄉之星 這個是哪大幹部 開了紅電界的話 就不是很難 是非固定的 速度 一直追著天津社 好 宇宙棋盤 先是兩波旋轉星蛋 這個有點少的 然後 再是一波 棋盤狀的 激光 這裡差點死了 好 好 收掉 彈幕之海 7個葫蘆娃 大娃 隨機蛋 2娃也是隨機蛋 3娃是自機區 4娃是交叉蛋 5娃是固定人 6娃是超級交叉蛋 7娃是超超超超超超級交叉蛋 其實都是固定的 呵呵 好 中府 流行神話 如果 結界沒有開7個的話 那到這裡天津就結束了 但是 不閃耀在世界鏡頭 和閑魚沒有什麼區別 是吧 所以說呢 打天心呢 一定要閃耀在世界鏡頭 好 這個藍色結界是有點糟的 及時上穿 好 中身 綠色是固定的 藍色也是固定的 紅色有點自機一存的味道 我至今當隨機彈倒 反正不難 固定套路 跟著走就行了 收掉 紅結界 好 LSA 第一個願望 第二個願望 第三個願望 分別 三種顏色的結界 第一個願望 無盡之材 代表的是藍結界 藍結界可以吸點 是吧 代表著無盡之材 第二個願望呢 無窮之力 代表著紅結界 紅結界加工具力 就是藍結界 這個是 要說它可以打成固定的 只能說它能打成固定的 具體的 我現在還真不知道它是怎麼解 好 第三個願望能生不滅 代表的是綠結界 你想想想 只要你有綠結界 是吧 你就永遠不會死 其實上面我都是口服的 不要當真 好 永生不滅 前方高能 雖然手沒有抖 但是還是覺得自己有點緊張 畢竟這個卡還是有點難的 收率 也是低下了七層吧 好 開始了 這裡 非常屌 這裡我覺得 我覺得我是零 我覺得我是零 我自己都覺得 老子好夢好可愛 老子好屌好牛逼 這樣的話 結束了就 就是這麼一個遊戲啦 就是這麼一個遊戲啦 做得特別好啊 是我覺得 我覺得 在國內同仁當中 是做得最 綜合素質最高的一作 遊戲性也好 BGM也好 嗯 於是 這期就到這裡吧 三老婆求婚成功 可惜可可可 可惜可可 最後祝你們提前 再見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些人 作詞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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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 做得多 很好的 做得 有很多人 做得 做得 有很多人 做得 可可可 有很多人 做得 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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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